5月28日即将在数期党上映的喜剧《超级经纪人》 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当天导演冯志强、谢主研、杜文泽、蔡卓妍等人悉数亮相 发布会上片方曝光了影片的前导预告片 而预告片中更是打出了绝对寒沙摄影 欢迎对号入座的宣传语 而在片中大量桥段将皆是艺人和经纪人、刺心人、恋人、敌人般扑朔迷离的共生关系 并均有人物原型作为参考 阿萨在片中饰演正是超级经纪人 并称自己在影片中的表演和装扮是参考了制片人霍文熙本人 作为本人的霍文熙则认为自己并不大目凶 没有这个样子 但是他每个人都说他那样子 是很像我 哪有你让我漂亮呢 然后说是刚才的那个表情很像我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行 其实很多都是倒笑 真实的我 非常温柔 你听到这么多 此次在剧中饰演经纪人的杜文泽 在剧中可谓是艳福不浅 被七个女生争来争去 还一度上演现代版速度与激情 而在现实中杜文泽与其差距很大 当初在自己出道时 不但是拍电视剧跑龙套出身 更是没有经纪人的照顾 可谓是经历了辛酸苦辣 每一个人都有那个痛苦的阶段 但是要好好提醒自己 是你自己选择娱乐圈 娱乐圈从来没有选择过你 所以在痛苦也是自己一个人承受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